有意思是信靠主我神永远被怀抱 在我心里面有很多事情我们不能去控制 有些事情发生不是我们可以预测 但是当你遇见有问题的时候 你可能很想有身边的人给你一个贺 给你一个拥抱 我们心里面有些人说陪着你经过 其实在人生里面有人陪着你经过 给你一个拥抱很重要 现在我们是一个全能的上帝 给我们一个拥抱、怀抱 永远被怀抱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已经很重要 人生其实我们可能会有不同的路程 但是始终有同一个季宿 就是要面对人的 要面对离开的事情 但是问题是你 知道在身边的人去握住你的手和他一起 我记得我父亲他 或者不单止当中我们很多人都是 包括我父亲还有女孩 他在离开的时间里面 他最需要听到什么就是 我大哥说 老爸你放心吧 妈妈我看着的了 有什么事我们是什么的 然后他说 他终着手 妈妈就会终着手 你放心吧 那么其实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很简单 到我也是在上一年 因为大家知道在上一年 我回去见到我父亲 我说你父亲 我回来了 他放心 你可能因为他觉得很放松的时候 那么其实 人生里面始终就是 这个要走的路里面 有个人去拖住自己 有人去拖住自己 我和他一起 那么这个其实很有感觉 那么其实在信仰里面 上帝就给我们这份超越的感觉 记不记得我经常讲到的时候 我们信仰一定有超越的 超越性 有一种超越感 所以我们相信的神是超越的上帝 所以求职帮助我们 当你今天去学书识圣经 其实我们是透过这个书识圣经 就是每个礼拜我们所念的信仰内容 其实告诉我们 有一个超越的上帝 我们叫做三位一体的上帝 就是圣父 圣子 圣灵 它能够带给我们一个超越的盼望 我们现在未必完全去领会 去领受所有的礼物 但是这份应许 可能我们就到了一个 在天家的时间里面 去完全对应 就像你那张硕片 去到一个银行那里 只要银行是 是一个稳固的 只要签名那个是可靠的 那么这张纸 是可以必须对应成一个 你所见到的一些所谓的 所谓的 所以那句换取了你所要的东西 你说我虽然我们的养家 那张纸就变成了养家的一个确据 同样我们在当中 我们上帝的应许就是圣经所说的 我们相信他的 得到出生而入生 所以我们相信这个 签名的是上帝 他说他将我们的生命策上面 是他说过的 而我们在期待着 我们一天 我们会换取了他所应许 所得到实际水 叫做天上淑灵的福气 所以求职帮助了我们 这个才是我们的福气 那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继续讲《少童信经》 我们试试重温一下 我们上一个星期 学了的东西 我们先看看《少童信经》的内容 好了 我们说过《少童信经》 的内容里面 其实是我们的六大课题 其中一个题目 但是当我们看《少童信经》 整个里面有三个部分 上帝 我们叫天父 我们跟着耶稣基督 我们叫独生子 我们叫圣子耶稣 第三部分 我稍后会说 就是圣灵那部分 那部分里面 可能有几个不同的分题 帮助我们 有不同的分题 就是不同的内容 和我们第二部分 耶稣基督 整个都说耶稣基督 好像很清楚 第三部分 我们知道 原来有四个东西 想大家注意 我们知道 全能的上帝 是什么可以创造天地主 大家知道 我所相信 是创造天地的上帝 我们一定是相信有神的 还有这个神 最大那个 最厉害的 很多人很有趣 有人说 我相信 我会离开 我以前拜虚耶 我不用担心 不用乱 为什么呢 因为 这个是创天造地的主 他说什么 他是命立而立 所有地上的人都惧怕他 都敬畏他 他说有就有 这个里面 特别在这里 诗篇第三十三篇里面 因为他说有就有 命立就立 差不多在他当中 这个世界也是上帝的话语造成 所以在当中 我们知道神是创造天地的 在一些经文所说 没有任何能跟他相比 所以这个是一个 最大的上帝 如果不是最大的 我们不是叫上帝 还有更大的 那些才叫上帝 上帝是什么呢 其实在 用这个名字 这个字 其实是一个最大的 无可相比的事情 所以 当你相信一个最大的上帝的时候 你不用担心 以前我拜很多不同的偶像 或者很多不同的东西 怎么办 他会不会来搞我 不用担心 因为圣经说奉耶稣的名字 我们可以来到驱赶很多的 魔鬼杀利的作为 只要我们宣告奉耶稣的名字 我们属于上帝 我属于耶稣的读 所以这个在圣经里面 是这样提醒我们 这样教导我们 好了 在第二部分里面 耶稣基督 为什么要帮我们呢 记不记得我说过 在当中有两个神迹 一定是我们经常都宣告 就是耶稣基督 从同女怀人所生 耶稣基督从死女復活 无论你是什么的背景 你科学家 或者你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 或者甚至你说 我不是很识字 但我只是相信耶稣 我们相信这两件事 是神迹 不是神话 因为是从神 这个全能的上帝 所行使出来的一些事 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他要直接这样 在钉十字架上 拯救我们 去代替我们 好像代属羔羊一样 去代替我们的罪 承担世人所受的苦 在我们所相信的信用里面 有历史根据 在我们原来 找到猶太人的历史里面 真有耶稣的人 在历史家里面 记载过 是本丢比拉多 那这个比拉多一定是实际的有人 不是作出来的名字 在这里面 他说第三个从死里复活 曾经显示给很多人知道 在哥林多前书 有一个经文里面 他说 在耶稣復活的事 是显示给很多人 很多人去看过 如今还在 当保罗社这个经文的时候 他说还有很多人做过证明 有些人离开了 有些人死了 但是有很多人还在 所以在这里面 如果不是的时候 这十二个门徒去说出这个故事 如果不是真的时候 为什么他们为主耶稣殉道呢? 为他而死呢? 为什么那些当时的人 阻止不了他们呢? 那些人 原来真的经历过 耶稣復活的事 他要传讲的时候 他宁愿用圣名伴取 他也不会拒绝信仰 所以你看到 在耶稣的年代开始 十二个门徒 接着到现在 你发觉整个世界里面 几多千万的人 说是耶稣的门徒 是跟随耶稣 作为基督徒 我们说基督徒是什么意思? 就是跟随耶稣的人 所以你知道 但是他一天怎么样? 他会升天 他有一天就会回来 所以我们期待着 耶稣基督圣经说 第二节再回来 其实很多时候 圣经里面说很多 我们今天告诉你 这个圣经内容 但是当你看到圣经的时候 或者你听到 我们分享的时候 哦!我听到牧师 在洗礼班里说过 现在这段经文 原来就是这样说的 所以你看到很多 圣经里面的记载 好了 这个就是第二 在上星期 说了关于第二部分 这个是耶稣基督的事 就好像汉堡包 最重要的部分 是吧? 一个信仰 最重要的就是 认识耶稣 好了 那我们呢 跟着呢 你看到 这个 耶稣基督的事 里面 第三部分 在这个部分里面 好像很短的 哦! 或者我们请 一个人帮我读出来 后面那里 最第三部分 好吗? 我信圣灵 一圣经教会 圣徒一体 罪得赦免 欲生復活 并且永生 阿们 这几句说话里面 可以完全不拉肩的 咦? 跟支持那里呢 整个 都讲了关于耶稣的事 但是你说不拉肩 又不是啊 其实在我们 我们的 信仰生活里面 一说 跟信仰生活很有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在信仰生活里面 什么是信仰生活呢? 就是信了耶稣 然后 牧师 我洗完毕了 拜拜 这个不是信仰生活 你只是去行一个 相信 信主的仪式 信仰生活是什么? 你今天相信耶稣基督 我跟着他而行 那我在当中 加入了 属于耶稣的群体里面 他继续学习 继续认识 期待自己 不断的改变 这就是信仰生活 信仰生活里面 其实是很有内容的 所以我们 我想归纽出来的四方面 想大家注意 这四方面 先说一下 第三部分 主要的里面 就是我相信圣灵的引毒 我们的信仰不是只有知识 我学了一套知识 考完试 是合了价 不是 里面 你知道 我经常说有神的引导 有灵的引导 明明中有人引导 好像有主宰引导 圣灵引导是很真实的 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 有时候很多人都会经历 我心里面好像有些事情提醒 那你又为什么提醒 突然 好像没有想过 为什么突然有些事情 好像提醒过 或者有些感动在里面 因为我们相信有圣灵的引导 神的灵 是在当中默默的引导我们 可以吗 第一方面 首先给大家概要 第二方面 我相信教会生活 我不是一个人孤单独行 我不是一个人去考完试 有些其实 我们现在多了一些 在线上面 其实有些真的不能回来 因为上班的缘故 他都可以现在有一个 在线上面和我们一起教会生活 重拜 我感谢主 帮了很多人的 疫情很有趣的 疫情在这个时间里面 其实是帮了很多人 因为以前如果是做餐馆的 他不能回来就不能回来 他错过了我们 所以我们以前 就是礼拜一晚 一定有个崇拜 在帮助那些人 起码一个月一次的崇拜 然后有听到 有一首盛策 但现在有很多 其实他可以在 去礼拜日 要上班 去礼拜日晚可以自己去看 一下 立刻在线上面 有一个出来 是告诉他 来去看一下这个内容 教会生活因为很重要 所以其实我们不要错过崇拜 还有很多其他东西 因为这个是坚固我们的生命 我又说一次了 我们好像炭 组成的炭 炭的炭炉 它吹着了的时候 每一块炭都好像被火烟 你看到这些火烟很厉害 很厉害的 但如果把一块炭拿开的时候 最快冷却的不是那堆炭 最快冷却是什么 分开了那堆炭 很自然的 这个大家都知道 我们教会生活是值着大家鼓励 像现在我们这样 你觉得很开心 起码有人听的时候 有人问 那些人问的时候 是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但很害怕 不知怎样问 你值着大家问的时候 你会认识多些 所以在当中 这些人一起问 一起学 一起来唱诗 一起成长 是帮助很多人 你觉得我不孤单 这个炭 放在炭炉里面 你加进去的时候 当这个好像神的风 神的凌风吹的时候 其实是会火烟 我们每一个人 是不是 每个人都会慢慢被一步一步感染 我们学起碳 起碳老 是吧 慢慢一步一步一步 而起来 但这个而起来是什么 是互相影响的 同意吗 所以我相信教会生活 这是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在这里面 第三部分 我相信悔罪 叫做参悔 和卸罪的恩典 我们叫做认罪的生活 这是我们成长 我们不会经常内疚的秘诀 悔罪 卸罪之恩 第四个是什么 我们相信肉身复活 和永生的福分 肉身复活 和永生的福分是怎么样 我们不是靈去认识神 我整个人都认识神 我身体会有很多改变 在将来里面 圣经是这样说的 復活的身体 就像耶稣的身体一样 是超越了空间 但是我们不能完全理解 我们只是按照耶稣 曾经这样表达过悔 肉身复活 和永生 永生是什么 永远不死 永远同主同在 这四个就是 第三部分 在哪里 就是在那部分 在这部分 这么短的部分 出来 是不是 我信圣灵 一圣基督教会 圣徒一体 罪得射面 欲身复活 永生 好像很短 但是其实包含了 这四个很重要的 教会生活的原因 或者信仰生活的内容 好了 试试看一下 好吗 他说我相信圣灵 其实我相信圣灵的引导 有灵的引导 默默冥冥中有引导 当你相信冥冥中有神的时候 你说冥冥中有神的灵 或者冥冥中有灵的带领 其实就不奇怪 是不是 三位一体上帝的第三位 我们叫他圣灵 他是跟圣父圣子 是跟尊同荣 是合缘唯一的上帝 圣灵不是只有一个那种能力 甚至是一个上帝 有位格的上帝 有位格有个性的 可以猜浅的 可以告诉你他不喜欢的 不是一个只有灵 那么简单 但是圣父圣子和圣灵 其实三位一体 是没有分割 是我们所尊敬的一个上帝 但是他是用不同的方式 让我们知道他的创造 教育和引导 好了 圣灵的功能是怎样呢? 引导我们去过圣洁的生活 去感动我们去看重自己 是神秘而来的身份 而帮我们对信仰有更多的经历 使得我们更加认识耶稣基督 看看这几件事 我们其实圣灵是继续感动我们 我们要做基督徒 不是只有名字的 做基督徒我们是向往自由 我们向往圣洁 我们向往好的东西 我们向真是美追求 但我们自己知道自己 我们不同的时间信耶稣 我们知道你有不同的光景 换过来说 人们说我们知道自己有多少斤 多少料 我们不是一开始就很圣洁 甚至我们知道我们不圣洁 我们叫明白我们是罪人 圣经不是叫我们明白我们是圣人 圣经是叫我们明白我们是罪人 罪人就是需要救主帮我们 看到耶稣说我们不是要照耳人 而是罪人 有病的人不需要医生 没有病的人不需要医生 有病的人才需要 对不对 所以耶稣说我们不是要照耳人 而是照罪人归向主 所以我们一开始做基督徒 是承认我们是有罪 但我们是享过过圣经生活 我希望神去改变我 可以慢慢给我们一种圣经体会 这个过程 是不是我们期望 我想我们不只是说 哎呀 是天堂 黄金佳比较金 也好 不是那种 是对高尚的享望 对圣经的享望 因为我们知道神是圣经的 所以神圣灵是感动我们 是帮我们慢慢去有些体会 有时对付自己 有时改变自己 去向圣结去追求 第二 感动我们是什么 看重自己是神的仪女身份 神是给我们是神的仪女 但我们很害怕的 但当圣灵在你里面 当我们唱完诗歌之后 很好受感动的时候 是圣灵在你里面感动你 感谢主下 我们是神的仪女 我身边里面是大兄姊妹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是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仪女 像这样说的 但我们是十五十六个 是不是 这么大只甲蜡蜡街条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然后在里面有感动 是的 你已经相信他的时候 神给你平安 你真的 你是我的仪女 这个经历 其实有些人初初信主已经有了 但他不懂怎样解释 这个人其中一个是我 我记得当时我当信主的时候 那个讲完很简单说 我当时中一 不是初一 中一 中一在报导会里面 一个讲完问 谁是信耶稣的 信耶稣给我们有平安 我心里面想 我信来干什么 我们这样的材料 怎么死百艳 但问题是很性能的感动 你站起来 如果你相信主的时候 但我看见 有些人都欺负过 很愚蜡 那里面有一个感觉 如果你相信耶稣 你不需要怕他们 在那里面对自己说 站起来 死就死吧 一站起来 我们叫缺智 人们的认信 我站起来的时候 我发觉里面很有平安 我那时候不懂认识什么 平安 好像也不怕丑 不怕被人鱼 但他心里觉得 我得罪了很好的东西 那份平安 我连耶稣是 怎样详细我都不知道 但他说得很 这个人讲完说话 是很真 很适合我 我很想要 而 当我真的站起来 做一个决定的时候 我真的没有感觉到平安 而当这个 讲完提醒我们 居住神的儿女 借着相信神的儿女 借着相信神的儿女 其实我一直都没有忘记 其实我经常都觉得 借神给我很大的福分 但是我经常自己很坏 我又不回教会 其实不是神的问题 是我的问题 所以我两年后才回到教会 但那段时间里 我就因为这个平安很真实 我不觉得我是被人欺骗了 而是我真的觉得自己有这个平安 而是觉得我真是神 是相信耶稣 但是我说不出 如果我好像今天 有一个洗礼班 就好了 但是我说不出 我没有使用信经 我不说了 我真是平安 真的 我现在告诉他 我那一刻很真实 但我那时候真的不懂 怎样形容 圣灵会感动我们 去看重自己为神的儿女 的身份 第三个问题 其实帮我们对信仰有更多经历 有很多经历 有人去上师的感动 流泪哭 有人一直在人生里面 有很多体会的时候 突然间你可能去看化了一些东西 看轻了一些东西 看重了神的事情 这些都是经历 重要一件事 圣灵不是和耶稣分开的 圣灵叫我们更加认识耶稣 我很想认识耶稣 很想害怕认识耶稣 所以这些全是圣灵的工作 那你说 穆斯亚有什么圣灵根据 看看 圣灵使我们成圣 继续感动我们的敬虔生活 圣灵里面有一卷书 叫《约翰福音》 即是《新约》第四卷书 第十六章第八节 圣灵里面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 怎样呢? 自己责备自己 圣灵可以在里面默默责备我们 有时甚至不是 在很多人当中 有时晚上很安静的时候 你想到突然间有些什么 里面责备自己 我试过一个很大的 我自己觉得很大的复兴的时候 就是一个在退休会里面 在晚上一刻 凌晨两点 过去睡觉的时候 我醒了 我在那些圣灵里面 不知道做什么 我回想到以前过往做的事 以前过往做的事里面 我经常说没问题 我可以的 但是那晚那些圣灵里面 我一直在看这些 好像一幕一幕 在看以前的事情 我觉得自己有很多聚乎 接着我在神发生了 我是一个日的罪人 我求你去赦给我罪人 你说我信了什么 信了 但是那些圣灵在退休会里面 就是人家去到很多教会里面 找几天时间去到一个营地 去做一些三天的一些 听道啊 唱歌啊 等于有商交的生活 一起交往 很开心的 但是我这个感觉 不是在一帮聚会的时候 唱到很开心 唱到很感动的时候 而是晚上一个人 过分世界 我记得那时候两点半 为什么我有这样的感觉呢 其实我不知道 但是第二天 当我告诉别人的时候 旁边有个弟兄说 你知道吗 这是圣灵在你里面的工作 其实圣灵有很多时候 有很多不同的经历给你 明明圣灵 两位一体 三位一体 圣灵离击人 为罪为义为审判 为罪为义为我们 是义定不义 你会自己知道的 神要审判我们 是很害怕的 担心的 求你审判给我罪 自己责备自己 有些人很有经历 有些人慢慢继续经历 但是这个是什么呢 是真实的经历 所以圣灵使用我们感动我们 使用我们成圣 成为圣结 继续感动我们 你不知道罪 你不对付罪 你不会慢慢开始 感觉到圣结在里面 即是你没有洗过 那件衣服 你不看那件衣服是干净的 还有一个圣灵使用我们 叫神的灵使用我们 成圣清移 在这里中间也有人从前 有很多的罪 有很多明显的罪 但是如今奉耶稣的名字 借着我们的神的灵 有两个耶稣和神的灵 圣灵使用我们 好像被结成了 成圣清移 圣灵有这种的引导 所以这两个经文里不多 我告诉你 圣灵是有引导的 所以当你觉得 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不只是 和你里面自己来 是我自己的意志 不是 有时候未必是 你会感到自己很软弱的时候 但是你会感到 很向往神的事 你甚至觉得 好像有些美美中 被带着的感觉 可能有些事情 你都已经见证了 我美美中好像有个神 带我来到教会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带我来到教会的时间里面 我一步一步经历它那么多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因为神的灵的事 或者神引导的事 有时候我们理性 真的不明白 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我以前很反对的 我信都不会信的 我们很多人其实 谁说一开始就会信耶稣 很铁铁铁铁铁铁铁 我个个都 其实说一句话 可能你会说 不要跟我说耶稣 不要跟我说耶稣 其实就这么简单 你这句话是很蝕毒上帝的 是蝕的耶稣 因为耶稣全部方向给你 你说不要跟我说耶稣 但是为什么现在这个时候 哎呀我再听一下 多一些耶稣的事情 那些改变怎么来呢 你为什么突然会 想通了一些事情呢 因为我相信明明中有神的灵 去感动 你继续回来教会 你继续在神的灵里面追寻 神的灵会继续感动你 当然 同时之间 撒旦会欺骗你 信你把鬼吗 你跟当时有两种 的律交纏一样 神的灵叫你去吧 撒旦叫你不要去吧 因为他根本不想 你去继续认识耶稣 所以有时候 你心里面 15-16的时候 可能那15就是圣灵 16是撒旦 但是你知道就是 以前来说 我们完全不用感动 我根本一定不会相信的 我不会花那么多时间 我不会打两场麻将 是吧 你很自然地 你会感动 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我不会这样 我越来越觉得 我为什么会这样做 我以前不想做的事呢 是圣灵的 在当中的感动 记住 圣经里面 圣经里面 圣经里面的缩本 缩影 66经圣经 牧师 我们哪里读得了 我不需要等到 我读完之后 你才会上圆肃 所以从事徒时代开始 他们把最基本 最重要的道理 告诉大家 所以这个里面 已经包含了很多 圣经里面 很多的教训 很多的经文 的根据 所以 这个里面 记住 明明中有神的灵 在感动你 要你继续成为 基督徒 成为主的门徒 好了 当你说 我信圣灵 一圣基督教会 其实是什么意思 或者是圣徒一体 不是一体 是什么意思 一个身体 这个身体 其实是指 合而唯一的技师 不是我跟你 突然变成妈妈公仔 不是那个意思 其实是一个合而唯一的技师 但是他想说什么 或者是我们现在的话 我信教会生活的重要性 很重要 我相信教会生活很重要 为什么 教会就是一个蒙恩赦罪的信徒 走在一起 一起学习 一起敬拜神 一起彼师服侍 我们其实 不只是敬拜这么简单 有时候我们一起做得很开心 我记得在 几个礼拜前 我们教会 一到圣诞节 一到感恩节之后 我们就一定要 一起去布置 布置的时候 一起去做 教会 做一些圣诞灯 做圣诞树 大家都很开心 大家都很开心 因为你觉得 在整个家里 你又付出又付出 有些 一把年纪都很高 有些人 有些人 除了这些 彼此互相 认识的教会 有些人 在当中 一起去参与 你跟着 不如试试诗经 我嘗嘗来到 我到时候唱诗歌 我家不懂唱诗歌 我再一定要讓你煮飯 其实大家很想用自己的不同的方式 使我们会成为 很多人都很开心的 跟着教会 服侍 包括很多不同的他方法 包括你可能在 譬如牧師的廣道 甚至有些等級節目也可能會分享廣道 或者是唱詩歌、戴茶經 甚至是在3月中用自己的比較強項的東西 去服侍 有些人可以做些工作、布置 也有的 但是還有一件事 原來服侍這個字和敬拜是同一個字 最大的服侍是什麼? 我都不懂做什麼 你一起參加崇拜就是在主裡面服侍 因為你好像你在房邊去一個很尊貴的 我可以為你做些什麼? 你去為他拍掌 你為他來做遙其立喊 為他拍掌、為他歡呼 這是什麼? 其實這就是一個敬拜的內容 教會就是一起宣告上帝 他的福音已經臨到我當中 聖經說叫我們宣揚那 照我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將他的美德、美好的東西說出來 所以我們唱詩歌讚美神 神理極偉大 就唱詩歌 教會是一個蒙恩赦罪信徒聚在一起 教會的生活就是從敬拜開始 給一支服侍 教會是聖徒相交的地方 相交是什麼? 互相相處、一起交和 我們的團契相交的字眼 可能現在少用 但其實是用真情相處的地方 是相交的地方 聖徒相交、聖徒一體 一體的就是我們可以 感覺到大家合而為一 一時如何溝通 當然我們有時候要處理很多 不溝通到的東西 但這件事在當中 我們一定會每個人 每個人都會處理的 都可能有時候是 鐵磨出人的過程 但是聖徒相交是聖經裡面 神是祝福的 我們在大家不同的環境 五湖四海 但是因為信仰走在一起 這個是很詫異的事情 很奇妙的事情 聖徒相交 雖然我們不完全 但是神是照我們在一起 呼召是敢召 就是要帶著我們走在一起 來啦來啦走在一起 所以我們相信教會的生活很重要 來 有一段經文是這麼說的 不如Ann幫我們讀出來 好嗎 這要長時間三節 幫我們讀四節 幫我們讀這段經文出來 好嗎 好啊 二筆所書二章十九至二十二節 這樣你們不再作外人和客裏 是與聖徒同國 是神家裏的人了 並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有基督耶穌自己為防角石 各防靠他聯絡得合適 漸漸成為主的聖殿 你們也靠他同地建造成為神 藉著聖靈居住的所在 嗯 你好像讀了一件事 你想說讀什麼教會 很長的 第一件事就是 我們問一個問題 就是教會是什麼來的呢 教會是什麼來的呢 在這裡面呢 你可以有機會 我給了你們那個 你再回去看的時候 其實教會 好像很多人說 就是一座建築物 哦 路德會聖靈居住在哪裡 2400 好像一座建築物 在一個對著方方 便包圃對面 很多人用這些教會 比如大一點的教會 做地標 那個教會對面 就是巴斯站 就是這樣 好像一個地標 好像一個建築物 但是教會是更加豐富的意義 不是建築物那麼簡單 教會有一個就是家裡 家嘛 先說什麼 好像是神家裡面的人 接著說是一個信用的群體來的 我們共同 因為耶穌基督所相信的 他就在一起 這個群體不是死的 建築物是死的 群體是一班人在一起的 教會怎麼會有活力 你有活力 你有活力 我有活力 不就影響到整個人 哇 聖靈堂很有活力 活力一定是什麼 是由人散發出來的 所以其實我經常說 只要大家一起在當中 是活出信仰 是很真實的 還有那種喜樂笑容的 人家看到聖靈堂 就在當中 原來神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不能做作的 是唯有神感染的 是角度的指紋 記住角度 即是我們是神的角 神的角 我們不是這樣 我們美角 什麼角 我們不是神的角 我們是神角度的指紋 所以這個經文裡面 其實可以看到 甚至你還要加上聖靈 神的靈 這個正在我讀的時候 要加上聖靈 是神的靈 對於這個要求 自己是靈性的 因為這個靈性的靈性 就是自身體靈性最低 人家的靈性 那麼你們這個靈性 是否可能會更加清晰 這個靈性 好 然後這個靈性 通人家的靈性 你這樣看的時候就在這個經文裡面說給我聽 看看 正如所讀的經文裡面 神國道的子民 聖與聖道同國 神家裡面的人 是不是 神家 是不是 接著怎麼樣 有基督為防國石 有信的群體 是什麼 信耶穌的群體來的 祂是硬正 祂好的 我們信他就有保證 有把握 為什麼是成為主的聖殿 這個家也是神的聖殿 我們同被建造成為神聖靈所居住的所在 我們裡面有神的靈在當中 我們有活潑的那種靈性生活 聖靈引導我們 人家看的不只是2400 這棟很高大的建築物 是不是 是我們裡面那種有活力有生氣的你和我 我很相信這是教會生活 教會生活也都不規限在 我們一定回去的 所以我們現在 是不是教會呀 我們可能個人教會生活是一部份的 因為我們一起學習 一起在當中學神的懷疑 記不記得我們在這個講道說 我們做了學神 我們學車就做了學神 這個是我們當中有聖經這樣的教導 所以在這裏面 大家可以再看這個 其實叫我們互相 去 契合 合而為一 所以 行事為人要蒙照的一間雙情 我們學習追求聖結 我們學習 不斷地 活出 我們改變我們這些 品格 改變我們這些東西 以至我們大家互相有合而為一的心 他說凡事謙虛、溫柔、忍耐 用愛心互相寬容 用和平彼此聯絡 揭力保守聖靈所賜 合而為一的心 這個經文其實告訴我 其實神的家裏面有哪些人 是不是猶太人 耶穌也是這樣說過 我另外有羊 不是在這個圈裏面 作為猶太人 出來的耶穌基督 不是在這個圈裏面 我要領他們來 其實大家要合成一群 歸一個牧人 是代表什麽呢 其實猶太人和愛邦的人 其實非猶太人就是愛邦的人 我們 中國人 就是愛邦的人 在猶太人的 看法裏面 但是聖經的看法是什麽 神的心是什麽 就是猶太人和愛邦的人 都能夠合成一群 都能夠歸在這個牧者 我們叫耶穌基督的牧者 主要是哈利路亞 說很開心 因為這個裏面是很大的英訊 我們其實能夠成為神的兒女 能夠成為一個神角度裏面 不只是猶太人 他才說你有神的英訊 不是 今天我也要是神英訊 這裏面又說什麽 其實我們大家靠著耶穌基督的聯絡在一起 是不是 在主裏面 不如我們讀這個經文 不如我一波讀這個經文出來 好嗎 你閉嘴一下 你先開個機 還沒開過的喇叭 還沒開 對不起 對不起 常用愛修說成實話 凡事掌盡 連結元首基督 全身都靠他 聯絡得合適 白節 國安國跡 照著國體的功用 彼此相助 便叫身體漸漸 增長 在外中建立自己 這個經文裡面 他的意思就是 他說我們連於元首基督 其實是怎樣 好像身體連於頭 你要想一下身體跟頭分開了會怎樣 那些人說 死吧 那些人說 死吧 是啊 那頭是不可以跟他身分開的 我們其實連在耶穌那裡 所以元首 不單止那個首長 頭 或者是一個老闆 老闆 上面那個頭不是 其實真的說那個頭是甚麼呢 是身體的頭 然後所有怎樣 就由這個頭來帶動 他們把這個訊息傳送給我們 以至我們怎樣 黏著手 怎樣手動 腳動 然後怎樣活動 怎樣跑快點 怎樣來 要我們去做甚麼動作 都由頭話事 這個就是這樣 而藉著在神的愛裡面 滋養 去養活我們的時候 我們會成長的 好像我們從寶寶成長成大人一樣 這個是 聖經所說的教會就是甚麼 就是這份彼此之間的 不能分割的關係 我們說了兩件事 第一件事是甚麼 我們相信聖靈的引導 所以有靈能夠引導你的 所以你今天走出這一步 不是偶然的 你來到我們面前說 牧師我很想信耶穌 那你又認識了之後 再查問 我們知道聖靈引導你的時候 沒有一個人難助你在神面前 去仇使歸向主 因為我們更加為你高興 是嗎 第二件事就是 我們相信有教會的生活 有生活 我們停一停之後 我們就聽一首歌 這首歌叫甚麼 不能忘記 這首歌我們所有次都放過 讓大家再聽一下這首歌 去欣賞一下這首歌的 很好的一個內容 好吧 我們繼續去看 我們看了在最後的部分 我信聖靈一聖基督教會 接著說聖徒一體 罪得赦免 欲生復活 並且永生 我們知道教會生活裡面 有聖徒一起相交 我們有一個聖靈一體 一體即是一合而為一基事 好了 接著我們再看第三部分 是甚麼呢 在這個 裡面的第三部分 去告訴他 第三部分就是 我說罪得赦免 甚麼意思呢 我相信認罪和赦罪的恩典 其實 我們經常都說 很多時候大家的掙扎 還有很多時候大家的誤解 就是我信了耶穌為何還犯罪 因為我們本身 本來是一個罪人 罪的 已經是捆綁了我們這麼多年 可能成為了一個習慣 成為了我們在當中的一些 還未解開的一些 一些 的事 習慣如果成為壞習慣 你需要一段時間才慢慢改 所以我們在當中 其實知道 但是又 未能做到的時候 我們覺得在當中有一種罪疚感 我們認罪 我們知道我們犯了甚麼錯 所以你讀聖經的時候 其實聖經裡面的罪是很清清楚楚的 我們下次如果大家未上過信徒成長的班的話 我們一定說到我們有很多其實的過程裏面 你越來發現自己 一些不滿足的地方 或一些不滿意的地方 對你自己不滿意 這個其實 就是因為你的標準提高了 你才能知道自己的罪在哪裏 好了 我們其實 需要甚麼呢 我們不是需要 去逃避 哎呀我不信了 信不了了 太深奧了 我記得有些人經常看完十戒 很多人停在十戒那裏 問題出現就是 嘩 這個基督教的信仰太高深了 我攀不起了 很高攀不起 我經常都做不到的 其實我們在當中 你這個的掙扎 其實是很多人的掙扎 但問題就是當你說我信罪得卸免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應許 就是我相信有認罪和卸罪的恩典 我們去過一個認罪的生活 以及一個蒙洩罪的生活 你說甚麼時候 每個禮拜回來就能見到 每個禮拜回來為甚麼我們要認罪 牧師帶著大家包括自己在內 都一起在十年前認罪 我是一個可憐的罪人 向你承認罪 就是生來以足了你 應該今生和永遠受你刑罰 但我因此許多罪業 心裡肯憂愁痛悔 求你無共的慈悲 去幫助我們 救我們出來 其實這個操練是甚麼 其實告訴我們我們正在過認罪的生活 期待蒙洩罪的生活 我們其實每次這樣提的時候 希望我們不要對罪 有一種麻木 我們不是對罪麻木 甚至我們對罪甚麼 我們是要將它來 去 處理它 所以這個是基督徒的過程裏面 就能排出我們的 不義不公不義的東西 我們不斷在內心 先慢慢慢慢藉著在神的裏面 在耶穌基督裏面 才改變我們 所以你以為 我們為何有那麼多錯 是 最重要是你不要 犯來犯去那樣錯 犯來犯去那樣錯的時候 不如找人幫忙 找牧師 找一些輔導人 但是你會發覺 有時 對付了這件事 搞定了 又發生了 哎呀我就發覺這個不是很對路 這是很自然的事 很正常的事 所以呢 罪得射面的四個字 包含了這幾個 就是認罪和射罪的恩典 好了 我看看一些經文好嗎 一定要信息根據的 羅馬書第3章22節 神的義 因為信耶穌基督 加給一切相信的 沒有分別 接著說甚麼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 規決了神的榮耀 世人包括誰 你和我 包括所有的人 他說如今 卻蒙神的恩典 就是有神的恩典 因為接著耶穌基督的救贖 我們白白清義 是你無罪嗎 是神 耶穌基督 這個無罪的 神的兒子 為我們代贖 以致神宣過我們為甚麼 清義 清我們為義 其實我們知道自己的事 我們心之逃命 所以你更加明白神 多謝你 如果不是你在我面前 是來 為我去 承擔的時候 我沒有辦法能夠承擔自己的罪业 不如Raymond幫我讀這個 《聖經》 《一項一書》第2章第2節 好嗎 好 《單為我們的罪》作了 挽回 挽回 作了挽回 就是 不是單為我們的罪 也是為普天下 人的罪 是的 挽回 就是挽回你回家 繞回你回來 不是踢你出去 如果說的話可以這樣 挽回其實好像救回我們 挽救的挽 讓我們可以回轉 但其實他就像是代替我們 使得我們 不再被定罪 不只是為誰 不是為我們 其實上帝的心意為誰 為普世所有人 聖經說世人都犯了罪 聖經說神愛世人 又不是世人 又不是死人 又不是 是世界所有的人 其實這個很清楚 很感恩的 你一聽的時候很感謝神 感謝主 為世界上所有的人 只要連我的罪都可以被神卸面了 還有一個經文 蘇維幫我讀出來 好嗎 《瀏覽一書一章八至九節》 《我們若說自己無罪便是自欺》 《真理不在我們心裡了》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 《神是信實的》 《是公義的》 《必要赦免我們的罪》 《使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這個經文有時候我們在崇拜說的 我嘗試很愉快地說 我說自己無罪 你不要嚇人 你如果覺得自己無罪便是自欺 大家都知道 我們根本有不同類型的錯 我記得我們說十屆的時候說什麼 你行為上可能有錯 你態度上有 不對的地方 你的說話可能是你說錯話 行為態度 說話 還有什麼 還有你就是 你知道做的事 你不做要做的事 就是違反規則 是吧 那就錯了 但是你知道你不去做 知道對你也不去做 那你也可能不對 有些人很被動的 我不動就行了 但是叫你去做 洗碗 不是洗 那都可能是錯的 所以其實我們所說的錯 對與錯 你不要以為不犯那件事 但是其實你知道應該要做什麼 你不做的時候 也可能是錯的 心思 意念 態度 行為 人與人之間的相處 你對神 還有一件事對神 你答不到神的標準是罪 你看人也不錯 但是記住 你對神 在神眼中 所以其實 我們說自己無罪是你騙人 真的不是在我們心裏 真的是叫我們什麼 看到自己的錯 然後就說 那怎麼辦 然後就說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 神是信實的 是公義的 必要赦免我們的罪 使正我們一切不移 這個是從一開始 信徒 做基督徒開始 就把握著的 沒有人告訴你 信耶穌的時候才認罪 洗完禮之後就不用了 不是的 我們隨時隨地 無時無刻 我們都有一個 知罪的心 認罪的心 悔罪的心 甚至求卸罪的心 當你真的有這個心態 你感覺對自己 好像神已經卸了你 你會覺得很開心 神 原來你已經接納了我 你重新接納我 我很開心 這就是我們最神的信靠 其實 我覺得很多基督徒 我真的希望大家 都可以在洗禮盤 看到這個經文 這個經文 後來我一直就發現 我們很多時候 在有些教會 不再說的時候 信耶穌了 為什麼你還犯錯 信耶穌基督的人 都可以有不同的事情犯錯 有輕有重 有些你知道 有些不知道 但是有人當中 去紙吹的時候 不是叫他們逃避 而是坦白承認 但是沒有一個人說自己 因為他做基督徒 就沒有犯錯 如果搞不清楚的時候 我們去到基督徒的生命 是很辛苦的 所以有些基督徒怎麼說 你太高深了 我信不了 為什麼要退下來呢 因為你 忘記了這句話 我們若說自己無罪便是自欺 真理不罪在我們心裏面 但我們若認自己的罪 神是信實的 是公義的 必要 赦免我們的罪 使我們一起的不義 所以為什麼要等呢 不需要等 我們每個星期都要在神面前面對自己 只要你不斷在神面前珍惜 你不需要等到以後才來信耶穌 現在就信 不需要等到以後才會死的 現在就要洗禮 因為洗禮不是你的結束 不是筆言典禮 是一個 開始起步 只要你心裏面有真正的態度 你覺得是呀 他講得很對 聖經也很對 那就行了 所以第三件事是什麼 我相信 社罪 和 這個 認罪和社罪的恩典 在哪裡來呢 在耶穌基督 好了 行不行 最後一件事 最後一件事 這件事 暫時你和我都經歷不了 是什麼 什麼 我相信身體復活 剛才說身體復活 未知永生 最後兩句 就是 其實我相信身體復活和永生的福分 身體不是身字 我又可以改出去有時間 立刻改出去 是不是 其實在說什麼呢 原來你和我身體復活 不單是靈魂活著 不是人子 飄著飄著飄著上去 其實聖經更加說 我們在末後 我們會整個 靈魂體一起復活 上帝會給我們一個復活的身體 就好像耶穌那些復活的靈體一樣 他怎麼可以穿過這個 讓你們平安 你很難理解 我們很難理解 但是聖經是這樣說 聖經是這樣說 我們身體會復活 我們會有一個復活的生命 不像我們靈魂飄下飄下那一隻 記得我們在聖經裡面的記載是怎樣的 他說 我知道我救贖主活著 沒了我要暫立在地上 他說我這個皮肉滅絕之後 我必在肉身之外得見神 肉身之外得見神 我們要健他 親眼看健他 並不是好像外人一樣 我心腸在我裏面消滅了 消化了 其實特別是看這個 或者譬如肉滅絕之後 必在肉身之外得見上帝 這個我們是有永生的盼望 即是在死後 死後不是靈弱 不是完結了 死後有一個什麼 肉身之外見上帝 永生不是永遠活著那麼簡單 你是看到上帝 甚至你可以和上帝 一起 然後他說什麼 他說 主要親自來到世界上面 接著會 有像一個ount話 出了喇叭 他說在基督裡 死了的人必詩還是什麼 復活 記住他說復活 是死了的人復活 那個靈魂 靈魂一向都不死了 但肉身 可能會這樣 我不會得到 那你又說是怎樣的 其實那些人都說 現在我們的電腦就好 那些電腦就告訴你 你突然間那個片 那個碟 爛了怎麼辦 你再在一個主席製作出來 製作出來 一模一樣都可以的 我們現在的科技 給人想像得到 可以發生的事情 但是我們想像不到 但是我們眼睛 不能夠明白神這個傲秘 但是聖經是這樣說的 在基督裏死亡的人 肉身復活 為什麼 跟著說 死人亦都復活 所種的復活 所種的必扭壞 復活的不扭壞 這個是不扭壞的身體 不壞之身 可以這樣說 還有一件事就是說 其實原來呢 當耶穌祥回來的時候 我們其實在當中 肉身復活 在白色寶座裡面 審判 但是基督徒 因為有神的 心靈策上面 我們不用擔心的審判 我們還沒有認識的時候 可能有這個 怎麼算 但是 在當中 這個白色大寶座的審判裡面 我們在當中 我們會跟著說 有一個新天新地 有一個上帝 一個的 是和我們一起 永遠 在一起 這是一個什麼 是身體復活之後 上帝給我們 的應許 新天新地的應許 我們有永生的生命 是什麼呢 永生生命就是 上帝將永生給信靠的人 在死後的靈魂 立即在天堂上面 和基督在一起 在最後 在末日 身體和靈魂 開始完全的 來享受 永遠 和主同在的福樂 這個都是上帝 在耶穌基督裡面 給我們信靠的人 福音 在這一步裡面 是奧備 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只知道 耶穌基督復活的時候 顯然會被很多人知道 而他復活的 肉身的身體 跟我們今天所說的 所預見的 生老病死很不同 但是在什麼情況 我們真的不知道 這個神 就是在福音裡面 顯微微微有這樣的情況 但是我們只是憑信心去領受 但是起碼我們知道 上帝一步一步 愛愛真實的時候 去愛他 去關心屬於他的兒女 是這麼真實 我相信最後 他會將最好的給我們 這個是我們盼望 不是我們可以 現在拿得到 所以你發覺就是 我們在生命裡面 是有一個永恆的盼望 記住 這個是永遠的生命 是可以享受的一種福報 也都可以同時 體會一個死地獄的苦徒 就是聖經講過什麼 人死不是要登滅 聖經說人人都有得死 死又且又審判 聖經也都這麼說 神愛世人 甚至將他的獨生之賜給他們 他一直信他的 不自滅亡 反得永生 永生啊 這個是什麼呢 永遠的熟著 活著的生命 那 這個裡面講到 就是不扭壞的 我們都提過了 變成不扭壞的身體 所以 我們很快講完這個 整個聖徒信經 聖徒信經是什麼呢 是我們信用的內容 人家問 你回到教會 你信什麼呢 你告訴什麼 怎麼說呢 我怎麼說呢 我怎麼說呢 有人問我 你回到教會 你相信什麼 我怎麼跟他說呢 你是知道 牧師會怎麼回答 就是読了聖族信經 可以說 我信上帝是全良的父,是創造天理的主 我们都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谁呢?是上帝的独生子 是我们的主,圣经都说是因着圣联感应的同女 那个同女叫玛利亚,他后来在本丢比拉多的巡护 这个官那里,手下是玄兰 最后他说是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了,吓到地狱 有些人说吓到阴间 但是第三天,他从手里面复会 后升天,坐在无所不能的父上帝右边 很尊贵的,好像有代表性那样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他要来审判活人死人 他成为审判主,我们教会也相信圣灵 我们相信有一个教会的生活 因为我们是圣结的基督教会 我们相信圣徒是有什么? 是有双交,有合而为一 好像抹公仔一体一体那样 我们相信最多赦免 而且我们相信肉身会复活 我们有复活的生命,有永生 这个我们不会认识很多 这个就是我信仰的内容 其实你说,为什么我认识这么多? 为什么可以告诉别人? 感谢主,因为我们每个星期 我们一起来读诗圣经 难不难? 你可不可以告诉别人你自己的信仰? 很多教会说不出 但是如果你知道我们每个星期 都跟你重温我们的信仰 我们一起来宣认自己的信仰 这个就是信仰的内容 你可不可以告诉别人? 你告诉别人一件事 人家相不相信是否是另一回事 所以你不要因为人家不相信你 我不知道是不是信错了 我的信仰的内容很简单很清楚 我相信三位一体 相信圣父圣之圣灵 相信耶稣由来救主 相信圣灵的引导 相信教会生活 我相信一个认罪和赦罪的生活 我相信有永生和復活的生命 今天好像说得很长 但是很重要 因为这条信仰很重要 好的 我停下来了 问大家 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 有没有? 清楚吗? 我希望很清楚的解答你 这个信仰基本的内容 行不行? 好 非常之行 信仰一定要什么呢? 自己坚固自己 你不需要立刻说服别人 但是你自己不坚固的时候 被别人问你 你自己也不太懂我 我们的洗礼班和信仰的教导 就是希望坚固自己 是你相信 其他人看到你相信 的见证才能慢慢相信 你不需要和别人辩论 你不需要说服其他人 但是最重要的是 你一定要对自己 明白了 人家怎么影响你 你也不会受动摇 你觉得有疑问的时候 一起回到教会 团契里面 在问牧师 问弟姐妹 一起把自己的疑难说出来 不需要担心 上星期我们说过 信仰 我们其实 疑惑 疑泪 可以令你拿走了 但是你 处理你的疑惑疑泪 教会一定是 一定是欢迎你去处理 一起处理 没有人说不可以问 我们希望你疑而问 不是疑而挖 明白 所以其实 你记住 路德卫星人导堂 是希望一起去 走过你自己的春夏秋冬 走过你自己最信仰的迷思 一起互相信得真 信得紧 去稳固 如果你问了问题 我们不知道的时候 我们一起去找答案 我们不应该拦住 不要问 不是 一起问了之后 在算我们不知道的时候 说什么 一起祈祷 希望神给我们一答案 试试看神如何引导我们 行不行 这个就是为什么 使力班 和信仰成长的班 那么重要 你们一定要来参加这个 因为我们希望 打好你的基础 不是一种情感式 我们要情感 理智 意志 全都投入 这个就是信仰 尽心尽性尽 以尽力爱主你的神 其次爱人如己 信心尽性尽意 这个就是什么 心智 情感 意志 投入 毁身 去对象 相信神 它是很实在的 那个 好了 可以看看有没有问题 想问 有没有 或者有没有回应 可以分享一下 你自己的体会 阿爱 是 刚才 多利是 想问你 什么叫做 圣灵 他刚刚听完 你说了 他就明白了 他就问我 我说我不告诉你 你先问牧师 你刚刚就说 这个圣灵 知道了 知道了 好 他刚刚走了 因为夜了 刚刚听完 就走了 好 我录下了 我录下了 其实我告诉你 我们录下了 我还没有时间 整理你之前的 那几个 但是我给了一些 耳朵给大家 我们会很快 将这几个 积累来的债 还债 放在YouTube上 大家可以再看 这几个 是的 是的 因为有时候 基督教用一些名字 很有趣的 尊重叫做 圣神 我们叫做圣灵 但是叫做圣经的灵 不要紧 大家最重要是说 你知道是什么 是的 但是问题 基督教那些 一定 好像说 交通 解释的时候 明白 不要让一些 去困难自己 可能是那些 翻译上的问题 但是你明白的时候 最重要 你里面的 那个真实 你知道 相信 你问我 我不告诉你 我去找圣经 你刚刚今天就说了 他已经知道了 好 我们当中有几位 是怎么洗礼呢 你的信仰 有内容的 我们希望你知道 记住 这个怎么做法 怎么用法 当洗礼的时候 我们问 你信上帝吗 我信上帝 天地主 你信不信耶稣 我信耶稣 我信耶稣基督 上帝道生子 我们的主 但是你不只是你说的 全部一起说的 你相信圣灵吗 我信圣灵 一圣基督教会 圣徒一体 罪得赦免 欲生父 为生 我们在人的面前 在神的面前 宣告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信仰 我们不是用迷信去面对 我们用一个理性 用一个感性 用信心 去找紧这个信仰 这样的话 我继续为你祈祷 我希望你所走的路 会是 虽然有挑战 但是你能够很稳定的 去走每一步 究竟是希望成为你一个 互相支持的问题 一个后面 行不行 有很开心的 见到这么多 你愿意去 加入在神的家里面 和成为耶稣的门徒 可能你说 我一年 或者半年 根本的时间 不是一个问题 心态是最重要的 因为你还会有一生的年日 去追求认识他 所以 一生的年日里面 多少年日 上帝知道 但是我们每一天的年日 我希望你说 我今天 我觉得我和以前的看法很不同 我今天 我真的不枉时生难 所以 这是我们在主里面的互相 这份喜乐 我们很开心 行不行 有没有问题想问 有没有问题想问 是在教会里面的生活 基督徒的生活 人是这样看得到 而相信 这个信仰是这么实在的 这么有能力的 这么令到人可以生命改变的 是 那我觉得 听是很重要 看也都是令到人相信 这个 我觉得 是的 很有意思 多谢牧师 在我们信仰生活里面 我们都是 大家一起携手 去走 这个 神国子民 这个 天家路 我们都是 在教会里面 彼此学习 能够 能够 继续前进 不要后退 我们有天梯没有后门 向前走 有天梯没有后门 有天梯没有后门 已经关掉了 我们一进了这个教会里面 我们是往上走 大家一起往上走 继续去 去标杆直跑 好 好了 大家都是 大家都是可以一起去 去看一下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在我们的群众里面 继续问 或者就回来去问 或者师大人去问我们 记住 同一句 我相信有一位 俗道一真神 我相信上帝 我相信耶稣基督 是我们的救主 生命的主 我相信圣灵的引渡 我相信 我相信 認罪和赦罪的恩典 我相信 在诸里面 我们有一个 教会 教会的生活 我相信是一个永生和复会的生命 六样东西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归乎 归立为 这个是我的信仰来源 那 今个星期 如果我们一起回来崇拜 我们认识的时候 我们认识的大声点 这些是我的信仰 哈利路亚 不如我认识 你为什么要说哈利路亚 牧师说的 我们在心里面很着弱 所以 好了 这几个是我们的信仰 下个星期 我们回来的时候 我们特别说洗礼 什么是洗礼呢 为什么要洗礼呢 那我们先说洗礼之后 先说主土文 因为 很多事情 你会在25号 会接受洗礼 这几个的十届 诗图信经和洗礼 是我们想知道 给你知道 跟着洗礼是讨过生活 主土文 跟着那几个呢 我们会在后面那几个星期 继续去说 好吗 记住 不是 去到25号 之后 不见了人 是吗 我们继续在这里 好吗 那 不如请一下汤 好吗 带领他做一个 出奇道 好的 我们一起来 希望再一次 谢谢你 赞美你 让我们今晚能够 可以很清楚的 自助牧师 和我们分解的 很清楚 我们的信仰是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 我所相信的是 是一位三位一体的真神 你是创造天地万物 你亦都是 神的独生子 在这个世界里面 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 同样 你亦都是圣灵 因为你亦都是帮助我们 引动我们 让我们能够知罪 更加让我们能够 在教会里面 能够成为一体 能够彼此互相的 清弟兄姊妹 尽缘这个爱 时时的 是与我们同在 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的时候 有时 人家问到我们 我们信什么 让我们都能够 借着今晚想学到的 很清楚的 我心里面 去将我们相信的 是说出来的 还有让我们的信仰 让我们知道的 我们认识的神 都能够是 带到给我们周围的人 让他们都能够去明白 并且是相信 还有我们继续的 保守 弟兄姊妹 平安 健康 也感谢你 医治了Kerry 让她 虽然之前是有感染 但现在已经是康复 也知道弟兄姊妹 或者身体上 有另外 不舒服的 再次为了 爱姐 祷告 知道她 晚上睡眠 都是很困难 还有我们都知道 你的恩手 是时时的与你同在 让她心里 不要去害怕 让她每天 时时刻刻的 去依靠你 因为从你里面 就能够得到的力量 求你就是 祝福保守 牧师 他很多繁忙工作里面 都能够去抽空 在一个晚术里面 和我们去分解 你自己的话语 我们为了她 献受感谢 更加求你继续 祝她身体健康 让她在一切的时工里面 更加的 在你的恩典之下 为你去作工 我们现在要散开 求你就是去保守我们 让我们有一个 好好睡眠 明天有一个 新的一日 去荣耀你的名 我们通过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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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一问 偷掌佬 是 我星期六 能不能来吗 如果是这样 你呢 最好就是 就是做一个的测试 什么时候 做测试 如果最好就是 星期六之后做好 一条线 还是没事的 哈哈哈哈 在乎你用是哪个的测试 我是这些 我是这些 那些 应该是一条线 如果两条线 就有问题了 我前天是两条线 是 今天没有测 未知 今天不需要测太早 最早 最早呢 你应该是 星期五 最好星期六之后 要测 测了 一条线 可以 一条线就可以来 一条线可以来 二条线 没来 一条线是见你 两条线不见你 你祈祷 我祈祷各位敬佩姐妹 喬仙 多謝 好 好了,星期六再見大家了,好嗎? 17日 如果你有機會,我們都來參加 一齊有個團契是很好的,很難得的 無論我已經花了一個例子 你已經完成了,你可以跟其他一齊 一起祝福他們的見證 但是你來的時候,一起怎樣? 你可以聽到其他人的見證 我深信你自己都被堅固 好嗎?但是我們在當中,如果真的 不能來的,不要失望 我盡量會看我怎樣錄下它給大家 讓大家一腳再聽,好嗎?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就停到這裏了 宴Sir,祝福大家 好,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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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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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條線 我祈禱每天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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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各位大家 再見 再見